4月9号 刚做完北京九仙桥那事的视频 大家看见刚才那个图片了吧 这图片了吧 哎 你们想起 我前两个视频啊 我说 我呢 跟两位好哥哥吃个饭 完了之后呢 吃完饭 哎 我不能发 等到 等到有一位哥哥走了再发 哎 那位大哥呢 已经到了日本了 我才敢发 要不然不让发 谁呀 王菊 王菊呢 呃 敲门妞的 去年 哎不是春节前吧 回到北京 完了之后呢 前两天我们一块吃饭 正好李玻璃老师 那记者 三河大神的记者 一块碰了 吃个饭 聊聊天 吃饭归吃饭 王菊就说 小冬 我这次回来啊 我不是低调 我得还得回日本 啊 我能回来处理点事 你可千万别发 万一跟他们你 不不 万一不让我走了 怎么办呀 那就麻烦了 低调 我说行嘞 我说我不发 等您啊 平安到了上海 什么上海 日本 我再给您发 行吗 王菊说 行 王菊做事 很小心啊 很小心啊 回来让我们吃个饭 跟李博老师 因为李博老师呢 也做一些节目 在日本那边 跟电视台 有些业务的往来 正好 两个人聊聊天 我们一块吃个饭 因为王菊啊 是采访我 局面 火的 我有什么说什么 这王菊得感谢我 完了之后呢 他就是很有名的人 他都采访 比如像李景亮也采访 伊龙也采访 雷雷也采访 李景亮也采访 周李博什么的 反正风云人物吧 都采访 完了之后 李博老师呢 就做了几个不错的专题 比如说三河大神 还有那叫什么 拍戏的那地方 不知道叫 忘了叫什么地方了 那个就拍戏的地方 大神什么的 李博老师也跟我 去泰国备战 大比赛什么的 所以呢 这两位老师都不错 而且李博老师 因为跟着我拍这个 真实的铁拳 拿了日本的银河 电视台银河大奖 这实话 完了 我也是在节目当中 我做成了节目 各在会员频道了 大家可以看 完了 这两个人都是因为我 挺高兴的 一块吃个饭 完了李博老师买单 所以我可以稍微贵点要 要了七百块钱 我们在聚宝园吃的 因为老北京嘛 那也吃聚宝园啊 王菊啊 为什么这么小心啊 我说王菊你怎么那么小心啊 王菊说 嗨 别提了 我这不都被疯了吗 回来啊 我看看业务 有没有可能再打开点渠道 完了呢 我能在国内做点东西 跑一跑 打通打通渠道 我说结果呢 唉 我说那您回到日本 您还回来吗 王菊说 我不说了吗 我在国内就别说话 我到了日本 唉 你在发咱俩的合照照片什么的 我说明白了 和您近期就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王菊说 也不是 他呢 就做做 在想做做一些新闻类的节目 做一做采访啊 什么的 他说在那边也做做类似的节目 我说行 我说 日本那边的环境也好 大家都躺平了 疫情就那么回事了 是吧 我说那您讲讲日本的情况 唉呦 这一聊 好家伙 王菊 这还真情流露啊 说这日本的风情店 多开放 多好玩 生情并茂 说的我都飘飘欲仙 我就想飘到日本去 你知道吗 跟李伯老师 李伯老师你们也知道啊 这老男人一个呀 好家伙 听的眉飞色舞 哎呀 我在日本就是工作了 这些事我都没去过 王菊就说 一边吃着 北京的老北京 说你没去过那 哎呦 我跟你说吧 用手也 哎呦 我跟你说 李伯老师就 下次你带我去 我就在对面 你知道吗 我坐在对面 给我乐的 我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这两位 都是岁数啊 都是四十来岁 小五十的人 但是都有一颗 童真的天真的心 我说那我这些话题 能不能聊啊 王菊说 小冬 我到了日本之后 你再说 低调低调 我说得嘞 得嘞 很多人啊 说 说王菊 大卫宣 这我那的嚷嚷 完了 有的人说 我支持王菊 有的人骂 我跟王菊的关系呢 是因为 他才忘了雷雷的事 因为我觉得 他是比较真实的 去报道出来 所以这个我很佩服 那么王菊 跟方舟子的事呢 我不参忽 但王菊确实 王菊怎么说呢 就是见着方舟子 我觉得啊 只要法律不管 他能拿到桶 就这意思 就是王菊恨死王舟子 但是他们俩之间的恩怨呢 我不参与 我不参与 这咱有什么说什么 王菊说 小冬 你你你你 我到了日本 你再聊我啊 我说行 有人说 王菊呀 是大卫宣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绝对不信 为什么呀 哪有大卫宣 那么偷偷摸摸了回来 还得不让我说话 哎 再偷偷摸摸的走 走了 他才让我敢 我敢跟他说吃个饭 你说说 他们比我还是胆小 我觉得我胆子够小的了 王菊比我都胆小 你们知道吗 他呢 我说那你将来做什么 他说依然要做一些 新闻类 新闻类题材的一些节目 真实的节目呢 放 我说 你在那边 你是不是得老实点啊 你别出点什么事啊 王菊 在那边别出事啊 王菊说 当然了 他在那边 得老老实 小小兴兴的 小心的做节目 小心的做节目 这是实话 我做视频 不是聊过吗 这回子 我给大家公布出来 这就是 李博老师 王菊 我们吃了饭 这两个人都因为采访我 一个在中国出了名 一个呢 在日本上 得了一个真实大奖 那么 李博老师报道 我这个真实的铁拳 里头所有东西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没有一个假的 我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大家呀 能信 就是能信任我 就是因为东哥 说实话 原来说话呢 有点鲁莽 确实到现在 混的不怎么样 被封着 全被封了 所以很多人 当人买油管 说都给黄标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我的 我现在 就最近这半年的节目 80%都是黄标 你不可能拿这个 去他妈的 买游艇 买炮车 买房子 觉得都扯淡 都扯淡 我就是感谢 油管能让我说话的地方 这我走到哪 我都说 我见了29老爷 我也他的诗的说 我说我是个人 你他妈不能让我社会性死亡 我他妈是个人 你凭什么我的脸上不去 我的文字上不了百度 我的脸照片 什么都上网查不了 凭他妈什么 东哥说到这一度的气 我这句话 我不管二九老爷 怎么找我聊 我实事求是的跟人说 我遵纪守法 但是你们这么疯 太过分了 二九老爷说 不是他们疯的 我相信 那又是谁 不知道吗 心里都有数 气得我牙根痒上 我说王菊 那你怎么样 王菊说 我没事啊 你查百度 查我有我名字呀 查资料 有我呀 就王菊就那么气我 你们知道吗 但是王菊呢 一提到大外宣子就乐 后来就提到 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事 就是王菊啊 跟秋实 完了王菊呢 跟聊天 就跟我说 小动物 你知道吗 我我听完之后 我我多震惊 秋实这么 聊 我可能吗 我这个大的一想 后来我跟王菊就说 我说 首先啊 秋实 可能没有特别细致的去 调查你 没见过你 我见过你 我跟你还做过采访 而且不止一次 很多次 就我多少对您 有一定的了解 对吧 秋实没见到您 他有时候呢 可能是 稍微的说话重 向您道歉 但是不秋实也说了吗 您不是什么的 对吧 完了 王菊说 我要是的话 我怎么直接磕从那掉下去 王菊说的还比较 北京的那种义气话 你知道吗 我信 我真信 王菊混成这草下 那还大尾宣呢 还得不得什么呢 歇彩吧 王菊是什么的 混得惨出去呢 这是我告诉大家 实话 这次回来呢 就想就想 哎 跪下 不让跪 不让你跪 咋地 多的呢 咱就不多聊了 希望大家理解 这就是我今天做这视频 解释一下 我上次做视频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是跟谁吃的饭 好吧 不好意思啊 广告一线 广告时间 MAT 5月1号说了 全国所有的 无话杆都没有水果味的 大家提前能囤点 囤点 第二代的杆 有我限量版 关键是 套机比较长 完了 含量比较多 口感好 东西还多 我推荐的是葡萄茉莉 哎呀 葡萄薄荷吧 还是茉莉 反正是特别好 那是我 还好几种呢 我妈给大家推荐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 啊 可以扫码 可以扫码 谢谢大家 把今天这回给大家介绍完 谢谢大家 毗命万岁 猫山王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晖越来越多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我们先去看下来 下来 看下来